这只狗非常可爱 简直可以说是收容所的颜值扛把子了 但奇怪的是 每次有家庭收养它 过不了多久就会把它送回来 这样的经历居然重演了九次 工作人员一直对此感到很诧异 直到它们发现了一件震惊的事 对很多人来说 抛弃一条狗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 决定购买或收养一只动物 那么一般来说 它们都会一直一起生活下去 不幸的是 凡事都有例外 即使对那些爱心满满 非常喜爱动物的人来说 都有可能遇到被迫放弃自己宠物的情况 就譬如说这只小狗 它已经是第九次被送回收容所了 而它遇到的这九户人家 绝对不可能没有一个爱护动物的人 正因为如此 收容所的工作人员感到非常困惑 它们担心 这只可怜的狗狗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家 直到它们发现了那个秘密 比格是一只可爱的小狗 在它被带到收容所之前 它和它的妈妈 还有其他孩子 在一起流落街头 当它们看到救援人员的时候 它们是如此的害怕 似乎在担心这些人类会伤害它们 这是一幅令人悲伤的景象 救援人员无法放任它们不管 于是打算把它们带回收容所 在此之前 比格一家被带到了兽医那里接受治疗 幸运的是 虽然它们一直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 但它们都很健康 狗妈妈把它的孩子照顾得很好 尽管它已经瘦得皮包骨头 但它的小狗吃得很好 唯一受伤的小狗是比格 它的脖子上有一处伤口 但伤口不是很深 而且已经在愈合了 收容所想要给这个小家庭 一个有助于恢复身体的好地方 所以它们找到了一个收养它们的家庭 直到小狗们大到可以被领养 狗妈妈很健康 它被这户人家照顾得很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家 所有的小狗都在院子里玩 和家人一起 狗妈妈得到了很多休息和放松 而且小狗们很快就长大了 可以吃固体食物了 然后它们就可以被领养了 这个好心的家庭 舍不得放弃所有的狗狗 因为小狗很容易被安置 所以它们决定留下母亲 并成为它的家人 小狗们被带回了收容所 并被送去领养 收容所会收到大量的申请 对于小狗来说 一般很容易被送出去 获得属于自己的新家 这也是收容所所希望的 遗憾的是 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其他狗狗都被送出去了 但是比格的情况 却和他的兄弟姐妹完全不一样 比格被送出去又送了回来 那家人表示 比格太胆小了 一直躲着他们 他们无法承担照顾小狗的责任 而且比格总是想要出去 收容所的工作人员觉得很奇怪 比格是收容所最活泼 最可爱的小狗之一 它很顽皮 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只受惊的小狗 为什么他的性格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会不会只是压力太大了 因为要和其他兄弟姐妹分开生活 又或者生活在一个新的环境中 工作人员们很困惑 事实上 对于一只小狗来说 通常很容易适应新环境和新家庭 更奇怪的是 只要比格回到收容所的狗狗区 它又恢复了往日里活泼快乐的样子 它会和收容所的其他狗狗玩耍 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工作人员们想不出哪里出了问题 但当时比格还是只侧非常可爱的小狗 所以没过多久就有其他申请人收养比格 这一次他们特意选了一个有充足收养经验的家庭 他们甚至让这家人来看了几次彼格 等熟悉了才让他们把他带回家 工作人员认为他们已经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 但没过多久彼格就再次回到了收容所 这个家庭并没有表明送回彼格的原因 但是女主人在告别彼格的时候还在哭 很明显他爱这只小狗 但他们还是决定把他送回来 工作人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们也没想到这个模式会一直重复 彼格一共被送回了收容所九次 这听起来多么让人难过 毕竟彼格那么可爱 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很容易就爱上了他 但为什么他每次都会被送回来呢 这让工作人员们心情很沉重 一般来说收养人都会选择幼崽 比较容易养熟 而彼格正在快速长大 他被领养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为什么看似完美的彼格会一直被送回来呢 为了弄清问题的真相 工作人员决定采取行动 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台司是这个收容所的志愿者之一 他想到了一个计划 他要暂时收养彼格 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如果他们不能解决问题 彼格将不得不在收容所里度过他的一生 在一个小笼子里 只得到工作人员的关注 他是一条值得拥有家庭的狗 台司决定把彼格带回家 当他把彼格放进车里时 他似乎很兴奋 他很快就和他的孩子们打成一片 甚至和他的老狗 好几天都没有发生什么状况 事情似乎进展得很顺利 但很快 情况发生了突变 那天 是台司第一次带着彼格出去散步 一开始 彼格非常乖巧 他走在台司旁边 连狗链都不用拉 直到他们经过一条小巷 突然 彼格完全吓坏了 他开始疯狂挣扎 拒绝继续前行 台司试图使他安静下来 但他完全失去了理智 甚至挣脱了台司手里的狗链 跑掉了 台司跑过去找他 但彼格很快就在恐慌中消失了 台司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他跑回家取了他的车 拼命地在街上找 并叫来丈夫帮忙 他的丈夫也很喜欢彼格 听到消息后 马上就赶来了 当台司接到电话时 他们还在搜索 有人找到了彼格 通知了他 彼格安全了 台司松了一口气 他坐在车里哭了一会儿 然后打电话给他的家人去接狗 当台司试图把彼格抱起来时 那个找到狗的人警告他 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 要确保他们的狗拴在狗链上 或者无法走出家门 他们不想听台司的解释 这让他的心情更糟了 但是这些翻涌的心情 都没有彼格的事情重要 为了弄清楚原因 台司又走了一遍 之前带彼格走过的路 在那里 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 他带着彼格去了收容所 打电话 问彼格以前的主人 关于他们的经历 收集到了细节后 台司决定向工作人员证实 彼格发生改变的原因 台司把彼格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然后让其中一人 带一只收容所的猫进来 彼格一看到猫 就完全吓坏了 这证明了一切 原来彼格很怕猫 也许他小时候 有过不好的经历 在有猫的家里 他总是很害怕 想要逃跑 在没有猫的家里 他最终会遇到一只猫 比如和台司一起 在散步的时候 遇到了猫 之前收养彼格的家庭 要么没意识到 问题出在哪里 要么他们害怕彼格 这样的反应 或许彼格永远无法 克服这个难题 为此 台司决定永远收养他 他会和他一起 努力克服他的恐惧 给他一个永远的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